因为对方的这个战役潜贺 体重要比邱腐胜重20公斤以上 这个邱腐胜的这个身材看起来很不错 是的 大动量就是肌肉线条这么好 邱腐胜是一名重炮型的选手 善于使用连续的重拳 刚刚也是给功夫熊道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连续的后手拳来自于邱腐胜 现在显得非常的被动 但是这个功夫熊道经常给人误解 觉得他好像一身的这个肉不够这个坚实 但实际上的症状也很重 是的 特别是他的高扫梯啊 经常让人防不出 我看到修鹏城啊 连续的这种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对 除了你牵马之外 还要用你的吹马 对 你就用你的高边腿上头动作 是吧 因为对方毕竟那么重 他一动弯 你把速度给打起来 拳打完之后还要用腿法 还要用腿法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功夫熊猫是立刻 中国的拳击冠军阿斯哈提 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还是有自己 非常独到的一套体系 但是这场比赛看来 修鹏城的重拳啊 所以中国伞打印有 中国伞打印的特点 你像那个修鹏城 他练三打了 他就移动速度快 年轻嘛 移动速度快 这是他最严重的 你别看功夫熊猫 体重比他重20公斤 现在功夫熊猫全马还没发挥出来 中间被打出来 修鹏城有点撑不住了 但现在第一局一看呢 修鹏城打得很主动 对 你就要移动 让对方 哦 非常重的后手拳打得很危险 你要 哦 这是个接手三 看稍微主动的一点 是啊 你看那拳看了没有看不到 修鹏城的鼻子 哦 鼻子已经出血了 对 对 你一定要控制 你不要在这重拳打出来 在称重的时候呢 功夫熊猫的体重大概是140多公斤 所以这一拳啊 只不过体重压上去 可以说力量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阵量级这个拳头的比赛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就是说一拳打之后就改变局面了 这一拳打之后就改变局面了